大家好 今天在我的东京的工作室 今天讲的话题是 以色列为什么要移平加沙 以前我做过一个节目 讲了天然气的问题 那是财 那么今天我想跟大家讲讲财路 你没有财还不行 你就是有金子有宝贝 运不出去也不行 所以今天主要讲的这个财路 就是加沙挡了以色列的路 我这个节目的灵感来自一位西方的女士 我在借她的图 首先我们看看 如果从红海要到欧洲去的话 没有苏伊士运河的话 我们要怎么走 亚洲的货要整个绕这个非洲一圈 才能到达欧洲 那是很远很远的 所以开了一个苏伊士运河 亚洲的货 只要从红海经过苏伊士运河 就可以到了欧洲 省得了很多很多的路 问题是这个财路是归谁的 最开始这个所有权呢 是英国跟这个法国 后来呢 这个全世界啊 这个很多很多国家 德国这个这个这个意大利亚 等等等等的啊 都要求要用 签了这个可以使用的这个条约 走所有的大船 但是呢 这个计划呢 就隔着下来了 一直到什么时候呢 我们知道啊 这个2021年 我们既已犹新 2021年在 苏伊士运河 这个出了一个事故 就是一个很大的船 卡在中间了 造成了这个很大的损失 这个上也不行 下也不行 所有的交通都堵塞了 造成巨大的损失 这是第一个问题啊 所以呢 这使得以色列 要开自己的运河的决心 更大 加上俄乌战争大象以后 这个欧洲急需天然气 急需能源 这样的话就是说 以色列要开自己的运河 把他的东西运出去 这中间有一个问题啊 这个运河其实还是从埃及走 通过以色列到出海口 这中间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就是中间隔了一个加沙 所以这个加沙其实是挡住了 以色列的这个运河的路 我们看看图啊 如果说是从埃及这样走 到以色列要绕一个很大的湾 而如果加沙不挡路的话 他可以直接进去 他可以穿过加沙 直接到入海口 这样的话省得很多事情 而且呢 如果加沙没有加沙人民的话啊 那这条运河也是安全的 我不知道我讲清楚没有啊 但这个加沙人民 不仅仅是占了那么一点点的地 他是挡了以色列的财 和以色列的财路 所以这一次啊 以色列下决心 要把所有的人赶出去 要把整个加沙移为平地 由于就是几天前的事情 大家应该都还记得 以色列中间有一位高级官员提到 要用原子弹 要用原子弹解决加沙 其实这个并不是这位官员的发明 这是在卡特总统的时期 这个已经就定下来的 就是一举两得 一个原子弹 把这个运河开开 把这个全部都弄平它 那么今天我这个视频啊 就从另外一个角度 谈到了为什么以色列 要移平加沙的另外一个原因啊 再说一遍 他是打了他的财 和他的财路 OK 谢谢大家 再见拜拜